雕名是如何产生的 官恶则名雕 这是巴东县原县委书记陈行甲 他逐一研究了巴东出现的恶性事件 对这些案件进行了逐个护盘之后 得出的结论 陈行甲在大病一场之后有所感悟 接待上访人员只是治标 要想治本还是要了解深层次的问题 因为他在工作中确实感觉到了 巴东老百姓有一股怨气和戾气 民风和民情都非常的恶劣 他想知道这股怨气和戾气到底是怎么来的 他仔细研究了邓玉交杀官案之后 他认为这是一起必然会发生的事件 正政府的两名干部给企业办了一点事 企业给了他们好处还不算 还得请吃饭 还得请喝酒 请吃饭喝酒还不算 还得请洗脚 请洗脚不算 还得找小妹 还动手动脚的非理人家女孩 当这个女孩拒绝的时候 他们还恶语相向 还屡次的把那个姑娘推坐在沙发上 拿出一搭钱 在那个姑娘头上敲 后来他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说 这不是偶然事件 如果这个姑娘是我的妹妹 我肯定会亲自拿刀捅拿了两个王八蛋 极端的恶心事件 不会是无缘无故发生的 大分起于清贫之末 这个末就是干部的作份 他举了一个例子 说最能说明八中县干部的作风到底出在哪里 前任的县委书记 在2011年明确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调走之前 大规模的调换了一遍 全县几乎所有重要部门的领导干部 牵动着面达上百人 那一年有一个镇 一年让他换了三个当委书记 但是陈兴甲作为继任者 必须遵守规矩 刚动过的干部岗位 在一定时间内没有特殊情况 不得随意调动 直到十八大反腐 八中县的前任县委书记 才被纪委发现 我查了一下陈兴甲说的县委书记 叫李鸿敏 从公开的资料来看 他可能没有被抓起来 陈兴甲还报了一个料 他说在2011年3月换届之前 这个县委书记 在历天门十几分钟车程的一个小区 摆了两套房子 现金 当时这个小区的房子的价格 已经达到了6.8万元每平方米 要想富 动干部 这个基层的潜规则 算是被他给玩明白了 总之 陈兴甲得出的结论就是 八东老百姓是真的雕 但这不能怪老百姓 官厄则明雕 他还去考察了八东县的每一个村子 全县491个村 他都走访了 八东的另外一个大问题 就是群有多群呢 有的贫困户 甚至不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因为他们家只有三面墙 当时的八东县 总共有50万人 贫困人口就达到了16.1万 并且全县的贫困人口 还在大幅增加 还有接近五万人的低保护 一万两千多名残疾人 还有近五百人的艾滋病患者 这些艾滋病人和当年贫困卖血 有很大的关系 每到一个村子 他就问两个问题 一是问这个村子最穷的是哪一户 二是问这个村有没有学校 有些村之书的描述和恳求 让他觉得有点心酸 我估计是求他要钱了 八东县群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路不好 扣总曾经担任过八东的县令 当地流传过一句话说 八百里八东 陈寅甲原本以为那是诗人写诗夸张 他自己走了一遍八东之后发现 八东县从最北端到最南端 整整是397公里 基本上就是八百里 可是这个八百里不是普通的八百里 八东的山路很崎岖 397公里的路程 他坐车要六个多小时 把整个县调研完之后 他得出的结论是 八东老百姓的怨气利气 是被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的恶劣作风给逼出来的 是被八百里八东崎岖南行的山路给颠出来的 是被贫困封闭的千山万鹤给憋出来的 有了这个结论之后 他就开始制定工作路线 他给自己定的思想路线是彻底走群众路线 他还说了一句很唱高调的话 说要带领全县的干部回到人民中去 这其实不是一句简简单单的唱高调的话 到最后你就知道他这一招有多厉害了 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号召全县的干部结群亲 说一个干部要帮助一个贫困的家庭 他自己也带头做了 他帮助的家庭是一个患暗示病儿童的那个家庭 他帮这个小孩治病 帮这个小孩上学 他让县宣传部门大力宣传结群亲的这件事 县委书记的号召力还是很强大的 很快这件事在巴东就变成了一场运动 后来他在县委组织部设立了结亲办 由组织部长兼任结亲办的主任 群亲戚的对象是由村支书和村委会筛选出来的 然后接受群众公司监督 上报到乡党委审核确定 他要求每一个副科级以上的干部 都必须接一副群亲戚 给多少钱不提要求 但是每年至少要去这个群亲戚家三次住一个板上 县委宣传部跟进报道这个事迹 网络的力量开始逐渐发挥正面的作用 除了干部之外 还有一批社会爱心人士也加入了这个队伍 这件事让陈行甲获得了巨大的支持 然后他开始抓干部作风和干部能力的建设 他开了一个县常委会扩大会议 让全乡镇的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列席 议题是他出题乡镇书记和镇长们现场作答 虽然形势上是突然袭击 但是题目的内容全是书记和镇长平时最应该熟悉的工作 他给乡镇党委书记提出了三个问题 他问2012年党建工作准备抓哪几件事 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你怎么抓你们乡镇的信访工作 他给镇长的三个必答问题是 你们乡镇你的财政自给率还差多少 2012年你们乡镇开门做了哪几项工作 效果如何 最后他给出的整体结论是 将党委书记中有个别特别出色 整体一般 镇长只有个别回答问题到位 多数是荒木则言 整体水平交叉 之后他改变了县委中心组的学习制度 以前是每两个月一次的县委中心组的学习 都是外请的党建专家来讲课 陈行甲现在把它改为县委出题 将党委书记或者镇长或者县直属的局长来讲课 讲课的顺序是抽签决定的 讲课的内容录像会在县电视台播出 是罗子是马 拉到全县人民面前让老百姓看看 对于普通干部的作风建设 他安排了一个快要退休的铁面干部 县政协副主席谭庆山担任办公室主任 并公布了监督举报电话 谭庆山经常带队暗访 查处普通干部工作时间 饮酒打牌赌博 对人民群众办事吃拉卡要的恶习 然后他说谭庆山同志老当一壮 状态很好 他一脸严肃走到哪个单位 那个单位的领导和办事员 就像碰到黑猫警长一样紧张 生怕被暗访出了什么问题 以上是陈行甲自己叙述的内容 但是谭庆山的介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说陈行甲刚到巴东县 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 他干什么事都拥有反对 他甚至禁止中午饮酒和禁止官员们赌博 都遭到了反对 开会的时候 有一个副县级官员公开对陈行甲说 你是讲普通话的 你不懂我们土家族 喝酒是我们的民族分属 谭庆山说 土家族确实有喝酒的习惯 他建议如果真要敬酒 就先从县直属机关开始 这样才能推行下去 禁止赌博的规定出台后 一名副局长被抓了 准备撤职严惩 有两个老干部找到陈行甲求情 说他一场牌输赢三四百块 你就要撤他的职 那全巴东人都会嘲笑你的 陈行甲问为什么 老干部说 全县人民都知道 巴东打牌打得最大的是一个县领导 你不敢抓他 你拿一个副局长出气 大家当然会嘲笑你 陈行甲很无赖 最后只好存情发落了 看到这一段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 我的看法是 这才是真实的县委书记的工作细节 每一件事都是需要权衡的 陈行甲是一个好官吗 他肯定是一个好官 但是他完全遵守规则吗 他没法完全遵守 遵守了 他的工作就进行不下去了 比如说那个县领导 他能直接和他PK吗 他不能 这就是政治妥协的艺术 为了更大的目标只能暂时的隐忍 在整栋干部作风的同时 他也在解决巴东县的经济问题 他在去巴东之前 2010年底 恩斯州的综合目标考察结果是 巴东县经济发展指标增幅高居恩斯州八个县的第二名 这个增幅主要指的是GDP的增幅和财政收入的增幅 他就觉得很奇怪 没有新的企业和项目 这个增长是哪里来的 当时巴东县的财政收入只有3亿出头的样子 可是在2010年财政年底关门的最后一天 居然入税了6000多万 这当然是非正常的情况 真实的情况是 前任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在泛届之年 为了有亮眼的政绩 作为提拔的资本 拼了命的往里面灌水 陈欣甲说 他去巴东的第一年年底 就在常委会上统一了思想 财政巨师关门 不灌一分钱的水 这里面有一个小问题 他为什么要在县委常委会上统一思想 而不说自己做决定呢 这是因为这个指标涉及到县委所有人的利益 他不想升官 还有人想升官呢 要想负先修路 陈欣甲去巴东后的第一年 就抓住了全县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个痛点 一个是出行难 一个是办事难 他下了大力气争取 整州交通部门的支持 集中全县的资源 搞交通基础设施改善 他根据巴东的地形 把路设计成三横一树 一个分制形 这个交通的大格局 两年之内就初步形成了 在这三年里 他们共投资了大概26亿多元 全县322个村都通了水利路 对于办事难的问题 他设立了一个所谓的行政时钟 采取的是限时半截超时默认的制度 就是说有一些许可证 现政府中心超时必须赋予申请人相应的许可权利 因为超期办理 他处理了一个林业局的干部 这个行政时钟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干部对于来办事的老百姓 别说吃拿卡要了 拖拖拉拉都不行 然后就是他做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金种扶贫 他认为金种扶贫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 如何识别贫困 就是说谁是真的群人 谁是假的群人 这个要分清楚 如果说不能金种的识别贫困 后面所有的举措都是瞎扯 他设计了一套识别贫困的方法 大致的意思就是 把一个村的村民封为若干个单位 把他们叫到一起开会 确保每家有一个人参加 让老百姓自己确定 谁是真群人 谁是假群人 开会的全程都要有记录 要有会议通知记录 到场签到记录 群众发言记录 最后是公事记录 还要建立档案 确保每一个人可追溯 流程是全程公开的 最后的结果是 有一万四千多人被踢除了贫困负 有一万五千人被确定为真的贫困负 2016年的1月16日 央视的新门联播 用了六分多钟的时间 报道了巴东县金种识别贫困的开会方法 发新了湖北上新门联播的单条时长记录 他有一次亲自参加了会议 老百姓就当着他的面吵了大半天 最终的结果是 有三名被确认了是贫困负的 被拿了下来 有五名是真的贫困负被加了进去 陈兴甲还设立了一个群众评价干部的体系 他认为有些干部只看领导脸色 不看群众需求 只联系上级 不联系下级 他的工作评价也是年中有领导说了算的 这就形成了一种领导认为好群众感觉差的状况 然后他尝试委托第三方 独立开展民意调查 将全线所有群众的电话号码都采集进硕据库 随机打出48000个电话 有效接通的有28000个 他们向民众提出五个问题 第一个是 你们找书记和阵长办事 他们态度好吗 第二个 你们阵长和书记给你们解决了实际困难吗 第三个问题是 你们阵长和书记经常到村里或者农户家走访吗 第四个问题是 你感觉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两年有提高吗 第五个问题是你们阵长和书记插手过工程项目建设吗 其实他问的这五个问题 就是干部选拔任论的五个考核维度 分别是 德能勤纪连 他认为只要基数够大 结果一定是公正的 调查出的结果和他平时掌握的情况基本是一致的 有一个阵综合排名是第一的 他也认为这个阵的阵长和书记平时对待老百姓的态度还不错 后来县委还出台了制度规定 对于群众满意率排名后20%的单位 领导干部不得提拔重用 就算你学历再高 有再大的领导为你打招呼都不行 对于民意调查率达不到60%的群众意见较大的干部必须做出调整 他这里面有个小知识 就是说我们国家的官员一般可以分为五个行政级别 每个级别都有两个小级别分为正职和副职 干部管理实行的是下管一级的制度 比如说中央只管部级干部 分别是正部级和副部级 按道理来讲 省委他也只能管正厅级和副厅级的干部 但是县委书记是个例外 后来又出台了一个相关的规定 说县委书记也应该归省委管 因为他很重要 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 只要当地的一把手能扛得住 就算中央领导给他下命令 让他提拔一个科级干部 他也是可以扛住说我不提拔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 实际情况是他敢不提拔 他敢不提拔 他就会被他的领导给免职 陈兴甲对待这个事情的看法是 共产党的执政农理是为百姓执政 是人民的公仆 既然是仆人 你就应该看主人的脸色 但是主人有时候没法选择仆人 他要通过影响这些恶仆的竞争之路 来逼迫这些仆人看主人的脸色 他的这个尝试主要是想试着 在干部管理上靠制度设计 不仅仅靠道德号召 他之所以会这么思考 是因为有一件事让他感触很深 就是在各级领导干部中 都要求强调 不得买官卖官 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买官卖官呢 他认为是因为制度方面的不足 让他们可以买官可以卖官 手握重权的领导人一言九鼎 想提拔谁就提拔谁 收钱又是私下一对一的 只要谨慎一点 巧妙一点 被发现的概率并不高 除了走现实中的群众路线 他还在网上走群众路线 他在十几年前在清华课堂上 听过福安岗的预测 说下一步拉开贫富差距的 必定是数据分钩 他在基层工作 他觉得福安岗的预测 可能会变成现实 八东县三高路远 地广人稀 最远的村子离县城市250多公里 群众进城办事很难 他就推出了一个农民办事 不出村的信息化项目 作为信息化的突破口 后来他又把金融还有电商 还有特色农产品的销售 等一系列的服务都放在了这个平台上 他们现在有26个部门 100多个审批服务项目 在村里就可以授权 他们审批的事项和承办的商务服务 接近了11万件 有42万农民村村受益 后来这个经验被中宣部 进行了大幅度的报道 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 新发社 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 都来到了八东实地采访 后来的新闻联播 还有焦点访谈等主流的媒体 都大幅的报道了这件事情 报道的题目就叫 湖北八东 农民办事不出村 还有的起门叫 农民办事不求人 据说后来 八东县的这个尝试 成为了全国乡村治理的典型经验 刘云山对这个事 还进行了大段的批示 之后他在村庄开通网络的基础上 进行了网络扫盲 教农民如何上网 教他们如何通过网络买东西 卖东西等等 全县有条件的村委会 都开通了免费的WiFi 网络的名称 就是共产党的拼音字母 因为这个事 他还有一个很尴尬的经历 他在一次工作汇报会上 讲到八东正在推行 乡村信息化建设 说这个免费WiFi的事情 接入的名称 就是共产党的拼音 当时主持会议的周围领导 打断了他的话 等你到中央了 再用这么大的名字吧 现在你还入不起 这件事让他很尴尬 如果你仔细品味这段话了 这是一个上级对下级极致的羞辱 它里面至少有两层意思 第一 这个领导在表达一个清晰的信号 我不喜欢诚信家 这是在开会 所有的领导都在 他的很多同事也在 那么你们该怎么做 你们看着办 第二个他表达的意思就是 你成心甲这么爱出风头 你就是想升官 你就是个官迷 那你说成心甲 他受到了这么大的羞辱 他可不可以反群相击呢 其实他不能 首先在官场以下犯上 还是当场以下犯上 这是大忌 不管什么问题 你都得不到支持 因为如果所有人都跟你学的话 这个系统就没法运行下去了 第二点 他是你的直属上级领导 你还有很多事会求着他的 你的升官 你的工作 你想要钱 都需要经过他的批准和支持 如果他不支持你 你的工作也是很难做的 这就好比你在你们公司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虽然有能力拉来一个项目 但是你的领导让会计不给你批钱 你也是完不成的 后来成心甲为了推销他们线的旅游 还做了好多次网红 唱了一首歌 还从三千米的高昏跳伞 网上都有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他应该算是网红旅游局局长的鼻祖了 2015年的12月11日 巴东县发生了一起 携警持枪意外伤人致死的案件 当天各大媒体云集巴东 很多人认为这件事会比邓玉焦事件更为敏感 后来成心甲仅用了两天时间 就妥善的处理了这件事情 没有引起什么风波 后来省理的相关部门调查这件事的时候 有一个总结说 所信巴东县委书记成心甲同志 政治形象青年 赢得了巴东人民的信任 让观众回归理性 而不是瞬间的否定 为事件平稳处理 赢得了宝贵的时机 干了这么多的工作 成心甲终于迎来了老百姓的支持 这是很难得的 这种支持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权力 他除了获得本县老百姓的支持之外 他做的这些事 也符合他们州的利益 省的利益 甚至整个共产党执政团体的利益 所以必定还有另外一批人支持他 因为不管是他们州还是他们县 都是有业绩压力的 都是有考核的 这就好比一个企业的销售部 有些领导他自己会拿一些回扣 但是他下面的销售员 如果能干出成绩 拿到大单 他也是很高兴的 当然前提是 你不能举报他拿回扣 你也不能损害他的利益 成心甲在干事的过程 也是他拿回权力的过程 他有机会深入了解 每个乡镇的官员 县里的每一个官员 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情况 都是什么人 都是谁的人 工作能力怎么样 是不是贪官 这些经过几年的工作和接触 他都是心里大致了解的 权力拿回来之后 情况也了解了 他就开始尝试和这些盘踞多年的官员 搬搬手腕了 下一个视频 我们将会讲他借东风反腐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